用刨皮刀将小黄瓜刨成长条状 再卷起来 接着淋上自己调制的味噌酱 或是和风酱都相当爽口 长辈们相当喜欢手作课程 开心享受DIY的乐趣 新波里嘉正班班长呂彩梅 以食农教育为主题 带领长辈认识有产销履历的小黄瓜和小番茄 透过课程学习和食作体验 让他们可以吃得更安心 也更支持在地农产品 结合在地的小农的东西 那我们来做这些料理 又可以帮助他们 又有一种环保又减碳 吃得又很安心又开胃 不用什么开火或什么的 简单又食用的料理 因为我们小农村不是说只有凉拌的可以 因为怕青 但是我们这次又在一个装饰 以下那个视觉感觉 就觉得好像有食欲很好吃 让他们也可以动手去做 然后希望他们的创意是装饰这个成品 选用在地小农种植的无毒食书 带领高龄长者进行绿营时的学习课程 让长者介意训练手部灵巧 疏解压力 放松心情 达到在地健康老化 我们所有的绿造站的业务都是由我们家政班 我们新风里家政班来招生 然后公餐的部分也请他们来协助 那今天的讲师就是我们的 也是我们的新风里家政班的班长 那今天以食农教育为主题 来带领我们长辈认识 有产销履历的小黄瓜和小番茄 透过这个课程的学习和实作 让他们吃得更安心 然后也可以支持我们在地的农产品 这是我们食农教育的目的 新风社区是草屯农会绿色照顾站 今年新增的外展服务站点 由新风里家政班来协助 招收及公餐的服务 中午的公餐也选用当季的凤梨 及在地的蔬菜来入菜 照顾长辈健康之余 也协助农会推广凤梨料理 记者洪一伦乔屯采访报道